《中国共产党之父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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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思想》 《宇宙传统》 《旧思想决令》 《青年杂志》刚出版 头疼的事就难 群艺书社接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来信 职责青年杂志和他们的周报上海青年名字相似 要求尽早更名 陈氏兄弟为了避免麻烦建议杂志改名 陈独秀从第二院开始将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 新青年受到热烈欢迎 陈独秀也一名惊人 1916年年底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不愿受聘 他要在上海办新青年 蔡元培盛请相邀 并提议新青年编辑部搬到北大 陈独秀这才勉强接受 1917年 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 1.919年6月11日 陈独秀因散发传单遭到居住 9月或是 1920年2月 陈独秀离京反护 仍然居住在法作界环荣路 老于阳里 二号师库门里 这下 老于阳里二号又又热闹起来 相反是迁回上海的新青年编辑部 陈独秀总是在底层客厅 坐得皮面靠背摇椅上 会见老朋友李汉俊 陈旺岛 沈彦兵 少帝子等 他也来访青年交谈 后来青年来得越来越多 他被迫在客厅挂上小黑板 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15分钟为浅 新青年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 他发出一声声惊雷 大力宣传德先生 Democracy 和赛先生 Science 号召青年反对旧道德 旧文化 提倡新道德 新文化 崛起文学革命大级反对文言文 提倡白话文 提倡新文学 成为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鲁迅的短篇小说 狂人日记 也是在新青年杂志上发 标的 新青年发行量扶摇直上 创刊时1000份 仅仅创刊两年 发行量达到156000份 以后与日俱增 成为知识阶层的壁图 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也实名天下 成为千千万万青年的偶像 成为中国共产党之父陈独秀 还做了一件影响中国的大事 创办中国共产党 1920年4月 三位俄国人来到老于阳里二号 他们是维京司机中文名吴廷康 和夫人库子聂佐娃 翻译和接华人杨明斋 维京司机向陈独秀提交了李大钊的介绍信 陈独秀看了信激动的说 我和李大钊多次谈论我 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的政党 这次吴先生和杨先生来华 我们求之不得 事后 维京司机向共产国际报告 陈独秀是当地一位享有很高声望 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 维京司机李大钊 陈独秀立即着手 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1920年5月 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 马克私主一研究会 之后 他又和李汉俊 李达 陈望道等人 发起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5月5日 27岁的毛泽东从北京来到上海 借宿在哈同洛民后南里 29号 毛泽东在上海住了两个多月 多次前往老于央里 拜访心中的偶像陈独秀 两人就过多次交谈 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毛泽东后来回忆到 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 在我的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 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6月 陈独秀同李汉俊 于秀松 施存统 陈公培党人开会商议 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 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 还起草了党纲 8月 中国第一个党的早期组织 及中共上海发起组 就在陈独秀的家中 上海法租界老于杨里二号 金南昌路一百弄二号 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 陈独秀担任中共上海发起组书记 三个月后 陈独秀接到广东省省长 兼阅军总司令陈九明的信 邀请他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陈独秀将上海党组织工作 交给李汉俊和李达负责 前往广州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1921年6月初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上海 要李达等人召集各地共产党 早期组织的代表到上海 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 李达写信给各地党组织 要求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开会 陈独秀接到了李达希望他回上海的信 陈独秀在广州 翻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同时兼任广州大学育科校长 他当时正在争取一笔款项 修建育科学校的校舍 于是派陈公伯和包惠僧 去上海出席会议 有研究者认为 召开一党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应先向陈独秀建议 然后由陈独秀出面筹办和召集大会 然而马林就直接命令召开一大 这让陈独秀无法接受 所以就拒绝参加会议 中共一大会制陈独秀的代表包会 封章国道7月23日 望日路106号 金星夜路 716号一楼客厅 一个方形大餐桌四周 为作者13名各地代表和两名共产国际代表 毛泽东与周福海担任记录员 会议推举学生运动领袖张国道为大会主席 陈独秀尽管远在广州 还是被大家一致推选为中央局书记 影响中国历史的中共一大会议召开了 三个月后即1921年9月中旬 陈独秀回到上海 见到了马林 马林谈了共产国际的意见 陈独秀站起来说 中共的工作也无需让他依靠国际 我们有我们的独立性 尽管顶撞共产国际 陈独秀还是全力挑起中共中央局书记的重担 他从此成为职业革命家 陈独秀引起了当局的注意 1921年10月4日 陈独秀正在老于阳里二号工作 和杰华一阳明斋 与中国共产党青年党员包惠僧 可沁师陪同陈独秀夫人高军曼大牌 下午二时 闯进来几个陌生人 陈独秀等五人被捕 被带到法苏界寻补房 会审公堂审门 陈独秀声称有事我负责 与客人无关 并秘密嘱咐包惠僧出狱后继续干革命 10月6日 上海申报发表了陈独秀被捕的报道 孙中山 蔡元培 胡适等人呼吁当局释放陈独秀 10月26日获释 李达 张泰雷 张国道等租了一辆车 到会审公堂将陈独秀接上车 一路上有人用俄语唱喜国际歌 陈独秀被关押时照片中共净敲烧的在壮大 1922年7月16日在上海南城都陆府德里 金城都北陆七弄三十号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陈独秀出席会议并被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二大会指当年寻补陈独秀再度进入法租界寻补房的视野 1922年8月5日上午11时 法租界总寻补房西探幕长戴纳会同督察员黄金荣 华探幕承子清党闯进陈独秀寓所 再次将他逮捕 带入卢家湾总寻补房 陈独秀被捕消息见报 全国各地呼吁释放陈独秀 蔡元培等社会著名人士 要求法国公使释放陈独秀 法作界当局于8月18日警会审公堂判决 罚扬400元 再次将陈独秀释放 1925年5月 武萨运动在上海爆发 1927年3月21到22日 中央军委书记 兼特别军委书记周恩来担任总指挥 发动了上海全市八十万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 陈独秀是起义的最高领导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监 ups 推荐 订阅 监门 dei拧地